佛法求智慧 定是枢纽 戒是方法 戒是方便之方便 定就是方便法 没有定会也开不了 千经万论 都是帮助你开会的 那经怎么能帮助我开会 你看古人讲的妙 你把它念上一千遍 看你开不开智慧 一千遍不开 再一千遍 再不开 再一千遍 一直念下去 肯定开智慧 我说变数多了 心定了 那个念的变数多起什么作用 把你的妄念打掉 把你的妄想打掉 把你的杂念打掉 让你心里头只有这一步金 其他的都没有 最后连这一步金也不要了 开会了 那个金 或者是叫你念名号 不要执着 执着 不能开智慧 能得三位 不能开智慧 什么时候对三位也不执着了 就大圈大悟 只会开了 这个不可思议 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知道 佛怎么个学法 研究经教 是用第六意识 不可能开智慧 为什么呢 立心意识 智慧就开了 你没有立心意识 所以你开不了智慧了 学着什么 不用心意识 不用心意识 不用心 就是不分 不齐心 不动念 不用心 心啥来意 不用识 不用摸纳识 不知诸 不用第六意识 不分别 你看 这叫 转实成智 你不用它 你用的就是智慧 不用阿列耶了 阿列耶变成大圆心智 不用摸纳了 摸纳就变成平等心智 不用第六识了 第六识就变成妙观察智 你不用它就变了 你还是要用它 但不行 你转变不过来 我在张家大师那个天 说得到的 就是有个字 看得破放得下 从触发心 到如来地 一定要顺熟 你能爬多高 是问你能放下多少 不要跟别人比 你比别人强 或者不如别人 确实下来 那个跟自己完全不相干 完全看自己放多少 你就提升多少 放不下去坠落下来了 佛法是唯一 不求人的方法 不依靠别人 所以佛弟子 成为无一道人 那这三规一 三规一字极啊 规佛是以自信诀 规法是以自信证 规一身是以自信证 这叫三自规啊 不是外托 规于外面就变成外道了 错了 外面有佛发生的样子 形象 那叫什么 叫住持三宝 他的作用是提醒修行人的 让修行佛弟子 天天看见 看见提醒自己 怕自己忘掉了 在今天 这个住持三宝 我们自己家里可以供养 供养佛像 说佛宝 经书是法宝 菩萨阿罗汉像是神宝 或者是拱牌位 或者是画 这个画像 塑像都可以 每天早晚看见了 提醒自己 早阔提醒自己 今天一天 不要忘了 就正经 我安阔是反省 我今天 有没有 有则改制 无则加免 有一定要改正 没有要免力自己 天天天 天天守住 守上个几年 就变成自然了 习惯成自然了 不必作义 自然相应 自然 不违背 这个通常叫功夫得利了 佛佛所传的 是这个法 是这个法了 要信 要能理解 要真感 真感 就是戒定会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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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